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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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是整理盘 最近的盘都是 基本上成交量沒有達到2000億以前 這個就很麻煩 成交量低嘛 雖然是最近 你看一下 雖然是聖誕節之後 最近又慢慢有增加一點點 但是好像太慢 你看 好不好 你看這個就知道了 你看這個就知道了 有價就有量 有量就有價 你蓋上這種高頻 都是一定有量的 就好像之前這個藍光一樣 這一定是這樣 都蓋上這個 當然這是首長庭的 這種 你看這個 好不好 你看 很清楚的 像這個成交量也沒有很大 普通這不算大 對不對 這比較大 對不對 當沖了很多 所以你會發現 中小型股強度比較高一點 中小型股不一定是什麼股 不一定是傳產股或是科技股 那不一定 就是股本比較小的 或者是價格比較低的 例如說你看這個 貴買指數 貴買指數就比較強一點 雖然成交量還是低 但是你看到貴買指數 你看今天的高點 你注意看今天的高點 它已經過了這邊高點 收盤也是相對這幾天的高點 當然就這一根是壓制 你看大盤 大盤今天的高點還沒有到這裡來 還沒有到相對這裡來 對不對 對不對 OTC是不是過這個高點 你看 但是也不錯啦 今天的高點至少是這禮拜的高點 也是12月28號以來的高點 還可以啦 最主要是這支嘛 這支就沒有過這個嘛 還沒有過這個高點 不會很高 不會很遠啦 但是就是被控盤嘛 對不對 你看早上就是 這個成績那麼低 實在是很不意思 你看 開雞啊 照管 它又有雞 這個也沒有幾塊嘛 沒有幾塊差很多 六塊半 六塊半很多錢耶 六塊半 對台積電六塊半 五十幾點耶 用這支台積電在這裡 對不對 影響大半嘛 那我跟各位講 我還是一樣跟各位講 就是我判斷 當然這是我預估啦 那預估 剛才是預估要調整要修正嘛 我預估啊 我預估漲了五個禮拜 2523點 回測四個禮拜 1171點 會反彈到封關 我就給各位看這裡 就是季線 我們是從季勢面來看 就不是用猜的 我也沒有再跟你講季文面 就是季線 漲多回檔 漲了五個禮拜 回檔四個禮拜 然後 時間波也達到這裡 那最主要是因為季書面 扣底低值 那這跌幅大概是這邊的一半而已 跌幅大概 時間波 當然是沒有五個禮拜這麼多 但是空間來講的話 它跌了這邊的一半左右 這達到一個非常漂亮的灰色 你如果看這個看不懂 你假設你這邊看不懂 你就看之後K線 就看得懂 那你這個也一樣 當然是這個帶下來 那它也是扣底低值 所以我預估 我預估容易封關前 我不敢說一定會 台積電會一定會過這個高點 容易封關前 因為這時間剩下十幾天而已 但是要回到這裡的位置 轉折點 不會太困難 如果我沒有預估它要到那個地方 我就不會判斷大盤要調亂這裡 因為你現在到1月17號封關 那我不可能跟你講會漲到1萬6萬 對不對 我沒笑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 但是這樣好了 就算漲到這附近 我這樣講 因為這禮拜 今天禮拜四 對不對 今天禮拜三 禮拜四禮拜五就是這個禮拜 那下禮拜 還有再接下來要到1月27號是禮拜二 應該是禮拜二沒有錯 那這樣要算三個禮拜 週K線兩天還是要算一週 這上個禮拜 這上個禮拜 假設這樣這個三禮拜漲1000點 1000點你可能會覺得太多 不然打個折 900點 900點好了 不然你選990點好了 不要1000點 1000點你嫌太多 那我們就少一點 少一點不然999點好了 假設它漲起來 靠近這裡 這會讓你繞不少 會繞不少 就像這一波 我講這個最會得到股票 像這一波上來 從177.5到這裡來 310多塊 這繞不少 這繞不少 你繞這繞就好了 跟這個一樣 這不是東西繞一繞 你記得嗎 繞一繞 這個當然它時間比較久 它五個禮拜 我現在講的是到封關前 我沒有講封關以後的新春開鴻盤 那新春開鴻盤 像1月30號以後 要這麼說嘛 你說這麼多要做什麼 對不對 因為這容易封關前 如果你們要把它做好 你如果不需要怎麼做 到時候要不要爆股過年 都還是個問題 是不是 那是不是要先全部把它賣掉 或者是乾脆放空 或者是保留一部分 退出一些鈔票 這樣說的鈔票 今天大家應該都 都有點 大家都有賺錢 我們都賺6千 你有做股票的就多賺6千 今天你做股票贏錢的 多賺6千 你如果了錢的 減了6千 那如果沒有做股票的 直接賺6千 我講 我就說過 我說 我上一半就說 比較乾脆的 不要亂說 你本就本現金 不要本那什麼賤 那麻煩 不是覺得比較麻煩 為什麼我們知道嗎 因為我國家的稅 我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個人見仁見智 我是主張是要普發 我個人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 我是有繳稅 所以我有資格講話 我如果沒有繳稅 我不會一直提這個東西 我們的總稅收 我們講的是去年 因為這個是2023年 去年 因為是資金年 我們講的去年 2022年總共收 超過三兆 超過三兆 將後輕錢 蠻會收的 超收4千5百億 只要超收4千5百億 就是說 本來股價是要收價 結果什麼 不至於價收出來 這價出來 你了解 這叫價出來 那2021年 超收4千3百億 將後 連續都超收 那為什麼會超收 跟這檔股票有關係 要感謝長榮 因為這些東西咳嗽過 他們以前發瘋 咳嗽 所以很多人在當沖 整個成交量滾到六七千億 這稅金 證交稅收不到 多久 郭票上升 又股票要增值 很多人納入中和守則稅 又加 那時候又因為剛好是疫情的關係 還有很 台灣的經濟成長力 其實 還不錯 2021年那時候6點多% 對不對 對 那去年 去年收了 我跟各位說 所謂的這個稅金 因為我告訴你 我沒有說你不知道 我們一般比較了解是 綜合守則稅 個人的綜合守則稅 我知道嘛 你的有的高5% 有的高1% 有的高20% 有的30% 有的40% 你就高40% 我都知道嘛 你就很厲害 你知道嗎 這個綜合守則稅 大概 我的印象當中應該收了五六千億 五六千億 三兆多裡面的五六千億 就是綜合守則稅 但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繳稅 我講這個沒有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大部分都是勞工繳的 那我們就是勞工嘛 我們有報稅啊 老公報稅跑不掉 你也別想逃 但是有些人很會賺錢 但是通常也不一定要繳稅 看他自己要不要繳稅 你知道嗎 我也沒有講誰 你不要對他入眾 我的意思就是 根據報導 那還有一種 這個叫綜合守則稅 這個守則稅裡面 有一個個人綜合守則稅 有一種叫做什麼 營業事業的守則稅 這還要繳得多 營守稅 你不要聽到那個營守稅 像去年台積電繳的稅又繳到五百五十億 你沒有聽錯 台積電繳五百五十億 而且這幾年以來台積電 都是繳三百億三百億三百億 你拿給國家 所以營守稅裡面大概 營守稅大概 我如果印象沒錯 營守稅是 收的比 綜合守則稅 個人綜合守則稅 還多一些 但是沒有多很多 所以營業事業守則稅 小二十趴的那種 營業事業守則稅 第二名 跟第二名是誰知道的 他繳第二名 他繳的將近三百億 好嗎 不是元工 不是萬港高的或是 像台積電他員工有四、五萬人 貨那不知道要加多少 我不知道 沒有可能跟我講 那個叫個人綜合所得稅 但是台積電這家公司 繳的是營業事業所得稅 繳了五百五十億 我怕不怕 你拿6千塊 你有拿到台積電的錢比了嗎 你都不知道 要感謝人 接下來還有誰要繳 他也有繳 我他交差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處理 他交的就比陽明少一些 但是他一二三明就是這三黨 一二三明就是這三個 這三個交起來繳了一千億 這個叫做所得稅 我講這個會不會太浪費時間 反正我郭佩博沒什麼人說的 另外一種叫消費稅 中文所得稅裡面還有一個土地增值稅 那個也是所得稅 所得嘛 土地增值稅也是 那還有一種叫消費稅 消費稅你就最了解 消費稅就是營業稅 營業稅啦 不是營業所得稅 是營業稅 發票那個叫營業稅 貨物稅 你不是牌照稅 牌照稅你聽到嗎 牌照稅 貨物稅 印花稅 那就是消費稅 那還有一種叫財產稅 就是這三大例 財產稅是什麼稅 你平常都要繳的 證件交易稅 期貨交易稅 這總共加起來 超過三條 那你這樣聽起來以後 是不是大家都有繳稅 有啊 你買東西就繳稅啊 你買東西不用繳稅啊 那裡面就要有稅啊 很多貨物稅什麼稅 汪格稅 什麼牌照稅 整堆嘛 我抓不到整堆嘛 你有繳稅啊 怎麼沒有繳稅呢 你是不一定有繳中和守得稅 但是你平常沒事都有繳稅 那這樣我意思是嗎 所以要每個本啊 那這樣不行不對 那我上個禮拜就講啦 我如果想說 我有 wrist我正的化管本是 r fundo 要這樣 heraus,掌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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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푹隙 よく seasons1cm 4cm 4cm 這條片也不錯 這樣才有意思嗎 還多少 delivery 所以這個聽起來 這個就蓋起來了 你知道這支怎麼蓋 就是這樣保養 我說這樣保養 為什麼本土清保養就蓋 怎麼會 這個怎麼不蓋 八方營集怎麼不蓋 今天我怕你怎麼沒什麼蓋 沒什麼蓋不是說沒蓋 保養怎麼蓋 八方營集怎麼蓋 這些是怎麼不蓋 這些是說有的怎麼不蓋 不是沒蓋 蓋得少 保養會蓋那麼多 這個我們漲得比較多 富邦煤有沒有 蓋得那麼多 我如果說你沒有特色就不百塊 那六千塊 你敢有可能拿六千塊去吃 八方營集叫一千塊 會股體來吃 不可能 你六百塊去吃 八方營集就夠了 六千塊當然也要買 六千塊 可以買比較多東西 意思是這樣 所以它那個市場你沒辦法想像 你說老師要六千塊 為什麼那個旅遊股不蓋 你也在三百 六千塊是要坐什麼東西 要出國你坐六千塊有夠 你坐六千塊 那你贏了嗎 這國標要有聯想力 當然是今天 我沒有說講明天一定會這樣 我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 這個 我也是總統就是跟各位解釋一下 因為 各國都這樣 也不是台灣這樣 但是我講這個是跟藍綠沒有關係 就是國家稅收 然後很多人說 也有一些網友 我是覺得很無聊 但是我是 我也沒有刻意看 這是新聞寫的 我就問問 他說這個發要 沒有繳稅的不要發給他 只有發給繳稅的 我覺得不可以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那些小朋友 或一些不做工作 他也沒有繳稅 難道你不給他嗎 年紀輕的小朋友 你這樣不可以賣給他 老人 他現在不在做投資 不交稅你這樣賣給他 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講 人家厚道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不是說有繳稅的再給 反正退稅 然後好像是 繳稅的不給 然後有繳稅給 你繳稅繳得再多 你也沒有張宗謀多 你不要在那裡說那些話不得 你靠那些話 說那些話不得 人家不可以 人家在那邊賣 那邊賣給他 那邊賣給他 大家可以賣給本 這個本六千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現場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 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 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剛才說過 先說過 還是說過過 都不記得說 趕快來講一下 今天講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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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這個要買的 735-9668 如果要 叫你讀書就不讀書 要先買 10月18日 10月18日就跟你說了 公家的股票會翻動 大幅可以翻動 10月18日 講這樣的股票會翻動 大幅會翻動 10月18日就跟你說會翻動 翻動起來要買 行不行 一定一定要賠 一定可以賠 一定 你有賠 對不對 沒有 你再去買高了 對不對 為什麼你也買960 因為你看它漲起來你就買960 你偏偏不買這裡 偏偏要買這裡 還有這個一樣也試一試 我的意思是說你自己賣掉 這裡再買 這樣有水嗎 我們要735 我買了當天我就跟你講了 我節目就要講了 甚至我這個TG我就講了 我有跟你講嗎 有嗎 我有講嗎 現在貪多少 百分之二十 貪幾的6千 這不太算 我好好算看看 735 到今天 從105好了比較好算 到最高算是855 105就是15萬 一張15萬 25的6千 25個6千 自己賺得比較快 6千每個都有 這樣有意思嗎 大家打工費 這個 不是只有這個 這支也IP股 這支都會抵翻 這支也IP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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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嗎 所以這支是4千帶頭的 4千上來以後 其他IP股會跟著漲 那我認為 我個人認為 IP股這一次 會有股票 六檔裡面 其中會有股票 會過高點 近期的高點 所謂高點就是這個 人家你參考 你參考 你參考 哪一支 哪幾支呢 你自己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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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這6支 會有股票 過高點 過年前 不是過年以後 過年以後 就要分6千塊 你開玩笑 還有載板 ABF載板 那ABF載板 我寫說整理代變 因為載板 最近 我就跟你說過 這就是載板 這就是 這樣 最近都不會去 也不會落 我已經跟各位解釋過 因為 去年的頭戲的基金經理人 有的被犯掉了 操作績效不好 被壞掉了 壞掉了 沒頭路了 叫公司官司了 換一個新的 新的 基金經理人 他不一定教他 他以前 他買的那些股票 所以他會調整 所以 這些股票 是最近新的經理人 因為基金有150檔 換了很多個 不是只有一個 他有些會調整 但是他不是基本面的問題 那你調整就讓他調整 沒有關係 他賣了以後 以後會再買回來 自然有其他人會買回來 所以他 這些股票 他是 技術面的調整 他不是基本面的問題 你先要了解 那至於其他的 其他的到時候再講 我是想說 因為大家比較關心的就是IP股 跟ABF宅板股 那這些基本上都是高價股 那你要操作這些股票 找我 找我 我當你操作 因為這個上來以後 什麼時候要買 到什麼時候 要把它賣掉 過年前 封關以前 要怎麼賣掉 什麼價位要賣掉 我來處理 那你別多賣掉 你來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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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找我 那時候要買股票 要賣什麼股票 要賣多少 那時候再說 但是現在你就是買就對了 那我們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我們做風險